依然周杰伦自导自演的新片日前开拍 在台南的虎头皮风景区取景 但是有民众爆料 说这个风景区是收费入园的 但是十多名穿着黑衣黑裤的工作人员 竟然把守着拍摄场地 像是吊桥等等周边的景点 不准游客靠近和拍照 让游客气得大骂太嚣张 民众指控 当时周杰伦就在台南这个虎头皮风景区拍片 把吊桥等周边景点全包了 付了钱买了门票来玩的游客 看到周董在拍电影 忍不住好奇跑过去看 但剧组却有十多名身穿黑衣黑裤的工作人员 挡住去路 摆臭脸不让人靠近拍照 让游客愤而投诉 说感觉很差 当然是觉得可惜啦 不过应该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在逛逛这样 风景区的管理人员则表示 在门口的收费站已经贴了公告 一百公顷的虎头皮 只有一点点他没有游到 他认为我发这个门票 既然没有玩到 他就很不愉快 这个票钱退还给你 风景区最后是把票推给民众 才化解危机 但周董每次倒戏 总是有状况 意外的插曲始料未及 1 谢谢大家